同行人中有一位戴着与服帽的短发女子,林更新还体贴的为她背包。 二人有说有效结伴而行,莫非是林狗又展开了一段新恋情。 消息一出没多久,林更新都被闻女友王立坤,就被送上热搜,网友也纷纷向林狗讨料个说法。 有网友吐槽,王立坤去哪了? 王立坤难道不好吗? 王立坤是什么样的存在? 还有网友调侃,王思聪也要召开浩宫会议了面对众人质疑,林更新本尊也亲自回应,我背的是茅台,但对她跟台湾妹的关系,她就没有多说。 网友也调侃了背的是我养霸333370网友的质疑,也并非空学来风。 2017年8月,林更新被拍到举王立坤同时出现在上海某高档别墅去看房, 据悉,当地的房价均价交25000平米,和薛之谦之前带父亲看的别墅,是同一个楼盘。 之后,二人一起逛街,一起吃饭,一起买水果,举止亲密,最后还一起回家。 王立坤比林更新大三岁,2014年亚太电影节,二人携手走红毯时已经彼此有好感。 之后,二人还一起去新西兰拍摄旅游节目,跟当地旅游局拍合影时,两人也是站在一起。 2016年,二人合作了西游服摇片,王立坤演《蜘蛛精》,林更新演《孙悟空》。 去年年初参加快乐大本营,二人还一起唱了《唱回家看看》超级有默契。 一年前,二人还打得火热,如今,林更新身边是出现了一个台。 完美,莫非他跟王立坤已经分手?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,不能说林更跟谁走得近谁就是女友。 因为关系走得近,林更新先后跟富二代女友闹过, 蒋梦杰、周冬雨、陈碧科、孙一、王立文、王立坤等多位圈内女性传过绯闻,最后都是不了了之。 如今,林更竟然跑到台湾聊妹,而她本人今天的回应也是闪烁其词,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妹子。